2003年,葵聰發生了一宗 非常罕見的離奇命案 一名青年五花大綁 被掛在一個鐵鉤上 法醫報告說他是窒息致死的 原來竟然牽涉一場死亡遊戲 歡迎大家收看《晚吹罪光燈》 今集繼續有我,歐錦棠 和超級美女拍檔,可宜又笑了 超級重案宣假花姐姐 你又笑得很開心 對 為甚麼今集我們說的主題 跟過去的個案有分別 今集有一個受害人 但基本上從頭到尾 因為涉案人物只有一個 而且那個人也是死者本身 對,雖然如此 其實整個調查過程 都可以說是很懸疑 並且很重口味 所以在這裡也要提醒我們的觀眾 稍後有一位當時有份調查的警察 就會上來現身說法 大家先聽聽可宜用她很美麗的聲音 先說出這宗案 2003年3月31日 一名姓陳的男子 被發現塵屍在一間工廠內 屍體全身赤裸 被多條繩索菌綁 再被跌於天花板的鐵鉤上 葵聰床案組接案調查 最終證實事件無可疑 估計死者屬於意外身亡 原來如此 不過這樣吧 曾經在這裡看案發 關於死者的資料 死者姓陳,每個人都簡稱他 是一枝、二枝 當時案發只有29歲 正值2003年沙斯時期 當時人心惶惶 每個人都沒空在其他事 發生了這宗案件 他人比較文靜、來向 平時有甚麼嗜好 喜歡看書、上網 據說有固定女朋友 跟父母同住 很正常的生活 對 其實聽起來 他整個人都很靜怒,對吧 為何會捲入這件事 當時在葵聰一個工廠大廈 其實這間工廠大廈 本身是阿智的父親所擁有 是一間拉鏈廠 但後期可能生意不太好 就決定關門 所以亦是丟空了這個單位 而當時據知阿智有固定女朋友 所以細白也很懂得做 可能是讓阿智有空可以上去 可能有多一點時間、空間 讓他們過二人世界、治癒 那肯定很疼愛自己的兒子 對,絕對 在03年3月30日晚上 這對父母約了阿智喝茶 然後阿智回到工廠 亦約了自己的父母 翌日又喝茶 你看看他們的關係其實很好 很緊張 這家人吃完晚飯,翌日又再喝茶 翌日8時時 父母發現阿智沒有出現過 不知道他在哪裡 於是他們有點擔心 因為一直沒有消息 他們當時因為是沙士時 也很擔心他不知道會否有甚麼事 受了感染或怎樣 於是他們馬上去找他 通常兒子不在家裡留念 當然是在廠裡,可以說是一個私鬥 對嗎 那裡沒有人 於是便去找 一進去就陰陽雙甲 看到畫面不僅如此 令父母非常震撼 為甚麼呢 看到我兒子全身赤裸 在身上,身上有七條繩分別綁著 七條繩綁著 而且是跪在地上 像是半季的姿勢 這畫面相當陣喉 沒錯 這一點是全身赤裸 而套在頸上的繩子 掛在天花板上的勾 而那個勾是當時… 因為之前在拉鏈廠 是所用到的器具 就是吊在上面 眨眼看,第一個反應 是否施行了甚麼家法 感覺上好像被人五花大榜 虐待致死 會否當時也在想 會否兒子遇到甚麼不測 遇到甚麼壞人 然後發醫經過檢驗時 發現他窒息致死 頸上有一道很明顯的傷痕 死亡的時間 就是之前一晚的11時 也是阿智跟媽媽媽吃完飯後 只有幾個小時 對,警方接案 這簡直是離奇死亡事件 根本就大為緊張 於是著手調查 找了葵聰重案組接手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 請到當年有份參與查案的主力探戀 金子榮和金Sir 跟我們一起談談這宗案件 歡迎金Sir 金Sir第一身的感受 跟我們立即在這裡分享一下 可否說一下金Sir 當天進入案單位時 你的感覺如何 過去我的經驗 我也處理過很多類似的案件 現場 還有有屍體的現場 也有空案的現場 沒有這次那麼可憐的感覺 我們看到屍體五花大榜 這個情況比較少 死狀比較恐怖 好,可否詳細說一下 進入那個涉案單位 那是一個工廠大廈 裡面是之前的製衣廠之類 即是做拉鏈 範圍有多大 而且你一進去就已經在中間 正當眼的單位看到死者 不是 其實那個已經關閉了拉鏈廠 其實已經荒廢了 我們進去時的單位大約500呎 右邊有兩間房間 一間是辦公室 一間是休息室 辦公室有一張桌子 還有放在電腦上 很簡陋 是否就像平面圖 畫出來的平面圖 對 很簡陋 這就是門口進入 沒錯 所以這就是右邊的辦公室 有電腦 對,沒錯 據知死者會用來讓他上下網 沒錯,就是這個地方 再前一點是休息室 裡面只是很簡單 有一張床、枕頭和被子 當時的被子是無尖被子 在地上 在地上? 對,再向前走 其實裡面的前排 有很多窗門可以看見街道 裡面最前的位置 就是以前的生產區間 當時死者在右上角的位置 即是在光波的位置 對 當我們走過去 其實裡面的光線很暗 即是入口的位置 去到那邊才看到死者 那種感覺是很… 很陰沉 很陰沉 當時他的情況 看到他已經被人五花大綁 是嗎 然後有一條繩綁著頸 上面有一個鐵鉤,勾住 因為那個區間有一條很長的路軌 以前用來給我們起重機 我們有這類同類的 沒錯,同類的起重機是鐵鉤 當時他吊了一條繩綁著頸 勾住了一個鉤 他跪在地上,當時全身赤裸 有很多條繩綁著全身 而且是反綁的 可否說那些繩是普通的麻繩 還是一些特別的特製繩 它不是麻繩 它就像粗糙的布條繩 像我們綁著腰的繩 所謂的棉繩 棉繩之類的,是粗糙的 他分別綁整個身體 身、手、腳、頸 即是一絲不掛的? 一絲全身赤裸 死者的時候,他的手是在前綁 還是綁在背後? 綁在背後 綁在背後? 綁在背後 你們警方會到時… 第一個印象,你們會怎樣看 第一時間一看,這樣反綁 第一個感覺就是… 會否是黑社會的家法事後 用刑 最初第一個判斷 直覺的判斷 就會有這種感覺 或者得罪人後 被人用刑虐待他 感覺很不錯 那些五花大房 如果黑社會有些… 好像是被人埋在山邊 但如果在工廠大廈 就這樣展現 很少吧 沒錯,比較少 還有沒有表面其他傷痕 表面沒有傷痕 但在現場,整個地方… 桌子座椅等各方面都很整齊 即沒有打鬥痕跡 沒有打鬥痕跡,亦沒有被人稱呼 所以在這兩種情況 排除已經沒有機會 但在現場的休息室 在床上,我們發現死者有錢包 有錢包、信用卡 還有提款卡 即是我們亦排除了 不會有機會有人入屋行劫 或是爆竊 但當時覺得有點失望 可否形容多一點 當時死者的…不好意思 說過死狀 沒有表面傷痕 對 有否失禁 或是口腹白沫 有血之類的 他那些沒有 完全沒有 沒血跡 對 不過他的死狀是遮眼半合 不是嘴巴,擦大 因為窒息 窒息 這宗案真是… 很懸疑 很懸疑,很離奇 其實你們一直發覺是這樣 你們不知道不是劫殺 未必是劫殺 可能一定是他殺 打算執行家法 何時才有突破 因為凡是所有兇殺案 類似這些死人案件 我們都要找法醫道場 然後法醫開始把他綁著身上的繩子 逐一條拆 拆出來看看他如何綁 然後才發現他有七條繩 分別是綁著頸、身體 雙手反綁 腳是跪下,纏著 然後還有一條是綁著下體 這七條繩子是全部連在一起綁著 掛在乘鉤上 還有一個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一個突破點 發現死者背著一手反手時 握著那條,控制乘鉤的鏈 控制它升高和落 即是遙控嗎 不是遙控,是那條鏈 它直接捉住 只有一條手緊握著 即是不需要用電 不需要用電 只是拉著… 即是拉著… 那個繩子會升降 他自己控制 法醫給了我們很重要的突破 是 訊息 證明在這一刻 他自己玩這類遊戲 法醫同時告訴他 他因為勾著繩子時 當他升高一下 他整個身體就會在靠緊 因為有一條繩子會吊著頸 另外還有一條繩子就是綁著下體 當他升高時 他整個人就會催起 還有有一種很紮飾的感覺 是 法醫給了意見 這個死者可能是玩SM的癖好者 說說SM,大家都聽過這個名詞 有很多種五花白,很多花繩 比較普遍有些人都會用手繩 手扣著 有些比較重口味 比較重手 用毛巾綁著手腳、毛眼 綁繩,甚至近年都掀起了 變成一種好像表演的藝術 他說很漂亮 五花大綁有成結,如何漂亮 金Sir,警方深入調查後 發覺休息室裡有電腦 對 電腦一打開,每個警方 警方人員便會… 退後一步,事有QK 然後很快便有水落寫出 到底有甚麼事 稍後回來替你揭曉 那裡有百多個 但負責的部分是我其他同事 金Sir,你不用看了 我只看了幾個 看完之後忍不住 然後交給同事自己看 金Sir,如果牽涉第三者 參與SM 其實整件事的安程又會… 會不同,就會轉變了 我想問Cynthia,請教你 其實甚麼是窒息性愛 有時口不得氣或是逐親 是會很辛苦的 為甚麼會從而有這個快感 他們享受的不是窒息的一刻 繼續回來 我們晚吹罪光燈的第二部分 上一節我們說到 29歲青年,阿智離奇死亡 五花大綁 然後掛在鐵鉤上 警方著手調查 原來是有QK,是甚麼事 其實一開始 警方都會覺得事件有可疑 會否是執行家法 但法醫後來就說 他是窒息致死 還有很有可能 跟死者本身玩SM有關 但金Sir,後期你們有更重大的發現 有的 通常我們調查方向 要查死者臨死前跟甚麼人接觸過 他自己的單位有一部電腦 我們就開了一部電腦看 當開了一部電腦看後 就有一個很重大的發現 有接近百多條的 一些瀏覽網站的紀錄 那些網址是甚麼 就是關於性虐待遊戲的網址 那裡有百多個 但負責的部分就是我和其他同事 即是金Sir,你不用看了 我看了幾個而已 看完之後覺得忍不住 然後交給同事自己看 裡面是玩性遊戲、性愛遊戲 一些短片,不同的短片 是有暴力的成分 有些有暴力,有些沒有 所以當我們找到這個突破點 可以推敲到死者可能有性癖好 所以可能在玩這個遊戲之中 自己意外,然後玩大了,然後死亡 我們的推敲就是這樣 但你當時是否第一次接觸 這類型的案件 這類型真的甚少接觸 真的很少 也是第一次 也是甚少 但始終沒有懷疑有第三者 還是覺得是他自己玩出事 但調查方向一定會看看 會否有人參與 我們也要做這一方面的調查 也有調查過他身邊的朋友 最後接觸他 後來我們找到他的舊同學 姓黃跟他接觸挺密的 後來知道他們也有聯絡 就是大家分享一些 看閒片的經驗 從他口中就知道 死者曾經跟他說 想跟他分享一些 玩SM的短片給他看 後來姓黃這位同學就說 我對這些沒興趣 後來才知道他有這種癖好 即是姓黃是他的舊同學 死者是他的舊同學 只是分享閒片而已 不是說是SM的 不是,是… 但男子分享這些本來也很閒 對,我知道現在的群組討論 那些男子很喜歡分享這些東西 好像還在玩這些東西嗎 會的… 他女朋友不小心看見 他會很生氣 即是那個女朋友是你 不是,即是我 但其實我知道… 金Sir,因為如果牽涉第三者 參與這個SM 其實有可能被判誤殺 整件事的安全又會是… 會不同,就會轉變了 如果有人參與 例如在法律上 你跟他玩一個遊戲 令人死亡 其實是間接性的 其實你屬於誤殺 據知死者的皇姓朋友 除了收到他很多色情的短片之外 死者還有跟他透露 覺得看這些性虐的影片 覺得很開心、很興奮 但當時他也沒想過 他可能會作出 這麼激動自己的身體力行這一步 也不知道原來他真的會有這個癖好 你想不到,我們香港比較少發生的 金Sir也說比較少接觸到 對,少少接觸到 也沒錯 性虐,甚至乎至死的案件 少之又少 也沒有發生過,對吧 但你看看,其實總不是很多年 有一個各位上了年紀 像我那樣的觀眾 就會記得在那時70年代尾 有一部功夫電視劇集 叫做功夫,是美國電影 那時是草蠻仔金季祥 大家可能會記得了 是 草蠻仔金季祥 他的演員是大衛卡利丁 他拍攝很多電影 前幾年還有… 甚麼?Q彪? Q彪 Q彪 彪彩令,也有參與 之後他在泰國拍攝一部電影 在酒店的房間的衣櫃裡 找一條… 繩子 不知道是繩子還是領胎 也是玩字 形式是這樣的 除了一條頸子 只有一條頸子就很可疑 對 他不是的 另一條繩子就綁著下體 扮著下體 也是一樣的 而且沒有穿衣服 那就死了 其實另一件事 大家印象比較深刻的 就是1996年 1996年尾的時候 當時有一名31歲 我們姑且叫他阿成的 一名男童性戀者 他有一晚在酒吧 認識了另一位 也有傾向的20歲出頭的巴基斯坦籍男生 即晚他們一拍即合 就決定去阿成的家 他們兩個在家裡做甚麼 就一起看這些 有SM傾向的詩情影片 兩個看著看著就開始很興奮 繼而發生性關係 據知巴基斯坦籍男子還跟阿成說 不如我們就像影片中一樣 你可能用鐵鏈綁著我的頸子 甚至用膠紙封住… 不僅是嘴唇,封住鼻子 其實我覺得封住口鼻子 很危險 我覺得很危險 不知道還要封住膠袋的頭 不僅僅有幾項事情 可能我會覺得很興奮 但最後亦因為腦部缺氧而死 不知道是否因為… 當中有些說話要跟你說 或有些肢體碰撞 告訴你其實是要停止的 但不知道是否誤會了 不知道是否延遠溝通得不好 最後就是導致這位巴基斯坦籍男生 死亡 而阿成當然那一刻也很驚慌失措 不知道如何處理好 其實阿成因為喝了酒 加上藥物,他很亢奮 無意之間辣死了對方 他最初想棄屍 但後來因為不夠體力 搬搬巴基的青年屍體 想想多重 於是他唯有自首 最初是大件事,告謀殺 但最後判了不殺,改判不殺 於是10個月 但其實浩子度的 我相信真的很少數 我們不能說這些歸納是正常 還是不正常的一種性愛行為 但以一般人來說 我們不會接觸到 亦沒有打算去試 為何可以帶來這種 所謂性愛上的快感 我們真的領略不到 我想我們要問專家才行 專家意見 何慕斯,Sinthia 我們在電話上 Sinthia,你好 大家好 Sinthia,請教你 其實甚麼是窒息性愛 基本上窒息性愛 就是在性愛的過程中 刻意做出一些東西 令大腦的供養量缺少了 但只說缺少 就不是完全欠缺或窒息 而在這個過程中 就會從中得到快感 得到高潮 但通常分為兩種 一種是自己給自己 一種是拍攝給自己 但以我們了解窒息 有時人們口不得氣或逐親 會很辛苦 為何會從而有這個快感 當然窒息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但他們享受的不是窒息的一刻 而是透過腦部的供養量減低 也就是身體的二氧化彈 其實提升了 就會有一種瘋瘋的頭暈的感覺 但那種頭暈的感覺 同時也伴長著一些快感 當他在這個過程中 再加上性愛上的刺激 這種感覺很容易令人上癮 但這種生死之間的寬如 其實有一種高度的危險性 真的會搞出人命 其實浩子盜者 應該如何保障自己的安全 以前說得明白 有甚麼他可以接受 有甚麼不可以接受 而同時他們也會設置一些安全字句 而那些安全字句 並非日常生活經常提到的東西 更加不會在性愛過程中 無端端說的話 每個人都有暗號 千萬不要說 不要,平時用開的可能不行 是吧 可能他以為你更加開心 可能會說花生,粟米 這些平時完全沒有關係 最方便一問 對,就是晚吹,不要 可能是這樣 但現在我們就當作說笑 說了大佑 真的搞了人命 對於家人來說是一件悲劇 絕對是 但你想想,如果你一直沉溺在這些活動 你始終想生多忠如虎 如果一輩子都是這樣玩 你真的不知道哪次會出事 對,始終有危險性 也是這麼說的 我們沒有說這件事是正常或不正常 總之由百課至百客 玩甚麼也好 有甚麼事 即是投其所,是自己的事 不要換物喪致,這就最重要 今天也很感謝Cynthia 以及金Sir特別 來跟我們分享 謝謝…